有下過苦工在練 很注意那個小細節 咬字什麼的 好 我們來聽聽評審來講評 王志平老師 請 OK 我先講 我覺得有 有一點點缺點的地方 對我來講 我覺得就是咬字 我覺得咬字真的還不是很道地 但是無所謂 我覺得今天這個歌 我覺得你唱來真的是感人 處處動人 因為我覺得 你其實唱了一點的不花俏 很簡單 但是字裡行間裡面 我就透露出那個感情 而且我覺得你今天的 說沒有技巧其實是騙人 因為你唱歌的確是很有技巧 但是我覺得就是 化繁為簡 其實就是沒有太多的 這些花腔的轉音的東西 但是就很清楚的可以聽到 你好的聲音 你好的感情 我覺得今天這個歌 我覺得唱得非常地好 謝謝老師 薛忠銘老師請 老師好 謝謝 我一樣同意王老師講 我覺得細節上面的 尾音的處置非常好 因為這個歌 其實沒有太多的樂器的分配 它必須要靠個人聲音的情緒體服 我覺得這一點上面 你做得非常好 還是希望你把語言學快一點 台語可以學得更好一點 那聽起來會更有韻味 好不好 加油 好 謝謝老師 謝謝 謝祥穎上週唱出90.3 蔡家蓁也是90.3 並列第一 也讓蔡家蓁卡關了 這一週 目前是唱出90.2 蔡家蓁 能不能因為這首祝福 很好能過關呢 評審請給分 由於挑戰自己的家蓁 是否可以得到評審的青睞 穩住衛冕者寶座呢 分數來到了89.6 89.7 90.1分 很接近了 0.2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0.3 90.3分 謝謝老師 我以為又要卡關了 這樣他就不會生氣了 你不是怕他生氣嗎 沒有 開玩笑的 沒有啦 對 恭喜我們蔡家蓁 衛冕第八關 回顧今天的總整理 來 來 今天恭喜蔡家蓁 本週的第一名 也是衛冕者 來 恭喜 有一萬塊的獎金 謝謝 衛冕八關 90.3分 再次謝謝所有選手 帶來這麼動人的歌聲 沈浩然的觀眾朋友 也謝謝現場所有的嘉賓 給我們熱情的掌聲 更要感謝辛苦 No.1評審討玩 謝謝老師 謝謝 更要感謝用生命伴奏的 孔鏘大樂隊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給我們的鼓勵 別忘了每個禮拜六的晚間 八點鎖住平時 收看台灣那麼旺 下週見 拜拜